阿弥陀佛 我们首先鼎礼根本上师 圣尊联生活佛 鼎礼历代祖师 鼎礼台湾雷浆寺 谈成诸佛菩萨护法金刚 各位上师 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阿弥陀佛 鼎礼 今天是要导读 这本书 连生活佛讲 地藏经的第三集 这本书它横跨了 有四个品 从 第一名号品 然后是 如来赞叹品 到 盐龙王中三探品 它横跨了四个品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生活态度都不一样 都有各个的理想 都有各个的人生观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在我们眼前展现 那当我们去追求理想 或是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或是说你要去满足 你所想要的事物 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一般人 一般的人 他会在法律的范围 那另一个层面 那另一个层面来讲的话 那时候 他会很欢喜的去帮助别人 那在相对的 也有些人 也有些人是比较冷漠的 别人的痛苦 与他无关 就是说他会 怎么讲 比较冷漠的 不会理别人的死活 也有这样的人 以上是大概讲了四样的类型 事实上也不能完全的划分清楚 因为他会互相的重叠 而且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说 缘分不一样 好像你对甲比较欢喜 会去帮助他 但对乙的话 未必如此 或许你会很讨厌他 不想去帮忙他 因此 以上这四个大概的方向 很多时候是会 掺杂在一起的 但是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是根本上师 是连生活活的弟子 那施文常教我们 有四个很重要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既然是佛教徒 佛教 佛教徒 那么就是要去学习 佛陀 的教法 我们讲 诸恶莫作 你不要做任何坏事情 一丝一毫都不能做 甚至呢 在诗文书上是写说 即使你的念头 你没有做坏事 就是说你的嘴巴 手脚 没有去做坏事情 但是 如果你在想坏的事情 那一样是造恶业的 这就很维系了 诸恶莫作 就相当于我们要去守戒律 戒律 这个不一定好守 因为人间太多欲望了 太多太多了 你很多你想要追求的 甚至说 有的有的愿望 有的欲望 它不是你能够去达到的 你要去达到的话 如果你勉强去做的话 那你会去伤害别人 才可以得到那个想要的东西 这个就不行做了 因为不能够伤害别人的 所以说 诸恶莫作 对我们而言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你要去忍的地方 因为你要去忍住你的欲望 不可以做 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 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佛教徒 我们是根本上是 师尊的弟子 你要更是要小心 谨慎 众善奉行 就讲布施了 讲布施是比较简单的讲法 你要去财师 法师 五位师 财师 你有钱财 或是物质上去帮助别人 财师 那法师呢 就是说 你懂得佛法 然后去教别人 因为佛法 让你得到 一个很圆满的 入师跟出师的 很好的 很好的享用 那么一样的 也以佛法来帮助别人 就称为自利 利他 自度度他 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然后自尽其异 那这个就比较更难一点了 你必须要去学剥叶 去学禅定 让你的意念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清明 而不会被很多的杂思 或是说妄想 所纠缠 因为这些乱想 就是胡乱的思想 他会搅动你 让你很难守住你自己 应该有的操守 因此需要禅定 需要智慧 那么 总言之 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自尽其异 加起来 就等于是六度万行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剥叶 那为什么 我们会去行 菩萨行 为什么我们会去遵守 这样的教室呢 我想我们都知道 当你的身边 有一位菩萨行的人 你会很幸福 因为他像个小太阳一样 不断的发出温暖 让你觉得世间很温暖 不會黑暗 当你有困难 会帮助你 当你想哭泣 他会给你开解 会把你从痛苦的地方 拉拔出去 这样子的人 如果你有在身边的话 你很幸福 那我们每个同盟 都像是 一个小太阳一样 在帮助这个社会 那之所以我们会 如此的去奉行 这样子的理念 当然是因为大家都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尊重根本上师 尊重师尊所传的教法 那我们的教法 当然是来自于师尊 由师尊把诸佛菩萨的理念 还有祖师理念 再传说给我们 因此这些的教义 这些的理念 都是非常的重要 这些理念当中 有一个很基本的思想 就是三世英国 很多的人 很多人 他并没有这种思想 他不知道 或是说目前的科学界 也无法去证明 金世英来世国 前世英 金世国 无法去证明 因此很多人不相信 但我们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所学的是 圣言量 就是说是圣人 所教示的道理 圣言量 这些道理呢 从源头佛陀 然后诸大菩萨 阿罗汉门 再过来 历代的祖师 好像道师尊 这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是一个很纯净的 真佛传承 都是讲的真理 因为他们的实证 他们贯通了宇宙 十方三世 他懂得三世英国 这个世界的科技 他不知道三世英国 但是我们透过了圣人 从佛陀 诸大菩萨 阿罗汉 历代祖师 到根本上师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他们 知道三世英国 是真的存在的 因为他真的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 谨慎小心 因为 预知前世英 今生受者是 预知来世国 今生作者是 这是一个很 历历鲜明的 三世英国的道理 那要很小心 好 那我们讲这本书 这本书 一开始 因为是讲第三集 它是提到了 地狱的名号 那我先简单 因为诗文在书中 他提了好多好多的 地狱的见闻 也讲了很多的修行的方法 那我再要讲一些 我们看到第五页 第五页呢 师兄他提到一个 叫做分尿地狱 分尿地狱 在经文中 是个名词而已 并没有解释的 不过师兄不一样 他跟我们讲 分尿地狱那个地方 全都是大便跟小便 那整个人呢 泡在里面的 当你饿了 会吃大便 当你渴了 会去喝小便 叫做分尿地狱 我们都讨厌自己的 排泄物 虽然是来自于我们的身体 但是我们都讨厌它 所以只要你一上完厕所 就立刻沖水把它沖掉了 你可以想想看 当有一天 那些大便小便 却是你的生活环境 你渴了要去喝它 饿了要吃它 那真的是很恶心的事情 诗文士提到说 为什么会入 会进入到分尿地狱呢 因为这个人的心 是脏的 是脏的 因此他就进到分尿地狱里面去 那再过来 那再过来 看到第十页 抱歉 蛮热的 抱歉 第十页呢 提到一个烧手地狱 烧就是说火烧的烧 烧手地狱 就是说在地狱里面呢 有火把你的手给烧掉了 诗文说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刑罚 把手烧掉呢 一样的啦 是经文中是一个名词 然后诗文给他做解释 因为这个人 他前世是三只手 喜欢偷切的 两只手你不好好运用 多只手出来是偷东西的 不该去做而去做 因此呢 他的刑罚就是用火把它烧掉 把手烧掉 那很痛苦的 我们都知道 你把手放在瓦斯炉上面 这样碰一下 痛得要命 因为太烫了 今天不是啊 他是整个人 的烧地狱 又烧下去 那他笛很痛的 再过来 第二十六頁 这边是讲寒冰地狱 寒冰地狱是说 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的冰 冰快过冰山 很多很多 那你在里面 我们可以想想看 你东西的时候 但是不讲那些东南亚的地方 他们那边就没有冬天 你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你的衣服不够暖和 那你会很冷很冷 冷到你全身发抖 寒冰地狱 你会冷到发抖 冷到你全身都冻僵 然后冬江死掉了 然后死了又活过来 活了又死 死了又活 这样反复进寒冰地狱 那这个寒冰地狱呢 为什么会进寒冰地狱 是因为它太过冷酷 没有慈悲心 这是寒冰在这本书 这本书所开示到的 不过 不过 斯文在其他的书里面 他有在更深入提到 寒冰地狱 那这寒冰地狱呢 看得是蛮恐怖的 因为跟我们的现代人 我觉得关联蛮大的 事文是写说 这些人呢 他会进寒冰地狱呢 是什么样的原因 一种就是说 这个人 他是杀人不眨眼 心狠手辣 因此他过世的时候 进入寒冰地狱里面 那再过来的一种呢 是对于父母亲 对于师长 对于有儿女的人 你却是无情无义的 去对待他们 这样的人呢 会下寒冰地狱 因为那个心太冷酷了 那还种呢 就是 就是没有怜悯心 见死不救的 为了自己想要得到 他就去 不择手段去伤害别人 我觉得这几点呢 跟目前的社会 很多的不好的现象 蛮雷同的 蛮雷同的 所以要 所以多不好的 以后啦 多不好的一种因果 会产生出来 那再过来 我们看到 第二十九页 这边是 这边是开始到 蛇蝎的地狱 蛇跟蝎子 这就是说 经文中是说 经文中是说 或有地狱 盘角铁蛇 就那个地狱呢 它有很多的蛇 充满其中 为什么会入这个地狱呢 这个充满了蛇蝎的地狱呢 就是因为这个人 他的心 内心 像蛇 像蝎子一样 就心如蛇蝎 你就会入蛇蝎 地狱里面 那在 之后呢 第五十九页 这边的 这经文的五十九页 这边是说 人者如是等报 各个狱中 有百千种 叶道之气 无非是铜 是铁 是石 是火 此四种物 众业行感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段话 众业行感 苏文在地狱名号品的后面 他跟大家讲 事实上 地狱里面的一切 都是我们内心 所显现出来的 所以人心有千千万万种 那一样的地狱 也有千千万万种 所以当你自己 当你自己 产生了一些 不好的情绪 属于比较负面的 像冷漠 像是怒火 像是冷酷 像是伤害人 这些负面的 都是要去 给他降服的 给他化掉的 尤其是不能够 去给他做出来 不然就很危险了 然后我们再看到 之后的 立月名号品之后 就是如来赞叹品 这个品呢 是佛陀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赞叹地藏菩萨 救度众生的广大行愿 这当中呢 看一下 这当中 师尊是 师尊有解释 然后经文中有提到 就是说 父赐普广 他就对普广菩萨说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对菩萨向前 就是说 必然菩萨向前 作诸祭悦 及歌咏赞叹 香花供养 乃至欠于一人多人 就是说 劝他们一样地去做的话 那么呢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功德利益 那不止如此 如果说 你能够 对地藏王菩萨 或合掌 或赞叹 然后做礼 就是说去礼拜他 然后恋慕他 世人超越 三十节罪 世人提到这个 合掌 赞叹 做礼 恋慕 这个恋慕的话 世人是解释说 就是说 你一心向往地藏菩萨 然后学习他的精神 他的誓愿 那这个 那这个合掌 赞叹 做礼 跟恋慕 合掌 跟做礼 就是你本身身体的一种作为 而赞叹 是你嘴巴 去赞扬 菩萨 的伟大功德 那恋慕是说 你的心 你的心 依止于 地藏菩萨的 广大的 誓愿跟教义 就等于是说 是身口意 完全清净 那这样子的话 你自然就可以上升到 很好 很好的境界去 甚至可以超越 超越三界 成就 佛菩萨的 很好的果位 换句话说 对于地藏菩萨 你恭敬他 赞叹他 然后向往他的精神 去学习他 以及你去雕塑他 去彩绘他 这都会让你自己 产生无量的功德 你都可以得到 很多很多 无论是入世 或是出世的 种种的好处 那再过来 133页 这个是师尊他提到 一个更高级的 修行的一个态度 比较难 但是我一样是 念给大家听一下 大意是说 亲近的修行人 其实如果他在受极大苦的当中 在苦行当中 他自己本身也是没有苦的 他已经是在极乐世界了 因为一个真正亲近的修行人 他没有苦没有乐 苦和乐本身是相等的 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利益的心 没有利 没有欲望的这些心产生 没有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 就算你是在娑婆世界 也等于是极乐世界 这是很高的境界了 这已经触及到 剥叶法门了 剥叶就是说 空性正见的一种思想 一种 不只思想 一种证明 因为空性的理念 从一开始你去思维 到最后你会去得正 就残命当中 或是在整个身心的变化 会融入到空性里面去 好像是观星胡萨所教的 属于心心的 很多的很多的空性的教导 那这些的理念是 跟大家讲 苦跟乐 它是平等的 它是一如的 甚至是讲说 是没有苦也没有乐的 所以说在经文中会提到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德 就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 一个清静的修行人 他内心永恒的清静 永恒的安详 他永远是在一种 非常广大 非常光明 然后非常属于一种 跟空性融合的 一种圆满境界当中 因此苦对而言 也不是苦 那乐也不是乐 完全是平等一味的 那这个是一个 很高层次的一种 修行的证明 再过来我们看到 利益存亡品 利益存亡品是 地藏王菩萨 他教导大家 如何使亡者 就是说过世的人 可以离开三恶道 往生到天上 或是说去佛国 那即使你往生以后 在人间 你一样 可以得到一个 很圆满的人间的受用 这是利益存亡品 那再过来 第十是 严罗王众赞叹品 我们看到 第241页 这边提到 地藏菩萨 他的誓愿呢 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次世尊在 印尼的阿底峡尊者 大法会里面 他提到了 尊者他所传授的 自他互犯法 他里面有提到 一些 我们人间 应该是很合用的 一些理念 他说因为爱众生 所以看到众生 痛苦 就如同 自己痛苦 看到众生 哭泣 就如同 自己在哭泣 所以当众生 有难的时候 那自己就会很想 去帮助他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也有难 这就是一个菩萨 很伟大的心肠 但这些 这些 属于古大菩萨的 广大的心量 因为他爱众生 但众生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讲 师生在书友提到 有慈悲 喜舍 这四个 四五量心 慈悲 喜舍 这个舍 就平等舍 你对于怨恨的人 对于你亲爱的人 你都可以去 平等地去施舍他们 所以说看到别人痛苦 这个人无论是 看你疏远 或说看你亲近 你都会产生 如同自己在哭泣般的心情出来 那这个真的是 很伟大的 很伟大的情操 我想一般在这个人间 母亲或是父亲 很容易会这样子 因为孩子们有病 或孩子们痛苦 他们会 几乎是感同身受 那今天就不一样了 是菩萨也 菩萨是对广大众生 有这样的心起来 那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 法界 这个整个法界 佛 菩萨 身闻 圆觉 然后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这十个法界 这个心量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越是高层次的 他们心量越是宽广 越是低层次的 心量越是狭窄 像地藏菩萨 他的誓愿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是一个很难的 很难 就是说一般人 很难去拥有的 一种很大的心量 但是这个心量 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因为我们要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嘛 我们但是要想去 学得佛果 那佛果就是无量心 无量的心 所以说在这本经典当中 如来赞叹地藏菩萨 有很多很多很多 赞美他的话 这个心量也是跟大家 有很大的帮助 你如果心量很宽广的话 你自然会对别人 不会产生不好的心出来 就好像 举例好了 今天如果说 你把众生 看成是父亲母亲一般 那他们如果说骂你几句 那你会生气吗 或说你会去报复吗 不会的 因为自己的父母亲嘛 讲你啊 训你啊 不然就是应该这样子做的 所以说 如果说心量很宽广 看众生是父母亲一般 或看众生像子女一般 那你会自然地 把很多属于三毒的东西 贪啊 撑啊 或邪剑 那些毒啊 你会把它 就自然就避开了 因为你用慈悲 来把他们 整个都给他 怎么讲 化解无形 最后呢 是看到 第271页 这个地方是根本上 是他教大家 在临终时候 要怎么可以去 往生到佛国去 那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每个人都会离开人间 每个人在人间 只能死一次 你不能尝试第二次 就一次而已 因此很重要 这一次的机会 关键 你往上升 成为佛国的人 或往下掉 变成三恶道 就是在你临终的那一刻 那你怎么样去 往生到佛国去呢 这边写得很清楚 当你在快要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一心 一心去念 佛佛他的圣号 念他的圣号 或是说 旁边有人 在引导你念 或是说 没有人了 有录音带在念 也可以 你的心就依着 依着这个佛号 或是说 菩萨的圣号 依着他们这样 念念念念念念 这个心完全都不用去 想其他东西 完全一直在佛号上 在佛他的圣号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心 一心虔诚训练他 一心虔诚 那自然 佛菩萨感应到你 他就会来接应你 那佛菩萨的光出现了 你就跟着他的光 走 然后就给去佛国了 这是最好的 一个最容易的 最容易的 就你本身 能够去 很容易理解的方法 千万记得 当你 当你 要离开人间的 那一刹那的时候 这个心 安静下来 然后一心的去 思念佛菩萨 念圣号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那他们现身 放光 来接应你 你就一心 你就跟着他们离开 往生到佛国去 那希望大家 都可以 在未来 在佛国上面 生活着 那么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